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蜜亚谈事件 大家对下雨天的态度可以说是出现了两个极端 有人喜欢的不得了 有人讨厌的很崩溃 尤其是对于学生党和上班族来说 一旦遇到下雨天就不喜欢外出 总想着窝在家里追剧看小说 可是又不得不出门 哪怕趁着雨伞 一旦刮风还是难逃被雨淋湿的结局 更不用说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了 根本是寸步难行 好在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 为了帮助大家解决难题 国外一位小伙就发明了一款隐形的空气伞 乍停之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既然是隐形空气伞 又怎么有抵挡雨水的作用呢 而且从外企上来看 这款雨伞跟我们平时所用的普通雨伞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外表只不过是一根普通的棍子而已 没有伞架设计 如果勉强说这是一把隐形空气雨伞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在开玩笑 可这把雨伞的确能够抵挡雨水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 有人专门做了类似的实验 先找到喷水器 再往隐形空气伞上喷水 原以为拿伞的人肯定难逃被淋的结局 没想到棍子的两端推出的强大气流 竟然直接将水隔绝在外 这幅画面和效果看上去也太让人惊艳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款雨伞所推出的气层并不是很大 所以设计者的身体多多少少被淋湿了一些 相信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设计者肯定会慢慢改进这把伞的相关设计 假如有一天能够加以推广 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试一下呢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